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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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芒果吗 对 芒果 果仁果 你这一份卖多少钱 22 这大一份22 好大哦 这个肉单卖吗 这个肉比较慢 那算了 谢谢 我们先回去吧 然后回去之后摆一摆 如果东西少的话呢 咱们再出来家 走吧 我们今天的工位在那里 我跟你们说啊 我要开始吃了 但是我现在很慌张 我对面有好多人哦 多多人我不敢下跪 毕竟是新浪的 好了 我就要开始吃了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东西 这边有日式炸鸡块 然后还有炖牛筋 然后这边两份冰粉 一份糍粑 然后这个是白切鸡的汤汁 两份生煎 然后一个烤鸭卷饼 还有一个日式的和风凉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章鱼小丸子 这个是一个香河肉饼 这边有一份羊杂面 然后中间呢 就是配这个酱汁吃的白切鸡 其实啊 刚才看那儿也有烧鸭之类的 但是我最近订上了另外一家食堂的鸭子 你们可以期待我下一期哦 重点啊 是今天点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之前互联网食堂 从来都没有吃过的 比如说冰盒啊 子饭啊 生鲜啊 之前都没有吃过 我能知道里面有章鱼肉 酸的还行 外皮挺脆的 但是我觉得章鱼小丸子这个东西 只要煎得火候够到 然后只要面条对 里面放上章鱼 就凭着外面这个酱 它不会难吃的 因为吸取了之前的酱血 我今天还故意找了一个角落里 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 好了 那我们就试一下日式凉面 然后蘸水吃 其实如果不说它是日式凉面 我真的会以为它是一碗朝鲜冷面 酸 然后虽然看着跟朝鲜冷面 实在是差不多的 但是味道会差好多 它是纯酸 然后不是很甜的那种 这生煎煎的行啊 我这筷子一碰上 我就觉得还可以 汤汁是足的 我的汤的隔是最不浅 下面也很多 但是包的里面有点多了 就是我咬完一口之后 精英剔透的那个汤汁一直在往下流 我第一口吃一个 就是怕它的汤汁会跑出去 下集前直播的时候有人说 我是不是开过嘴角 作为一个开过嘴角的人来说 能一口吃下去生鲜 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 一滴汁都不会跑掉 好 我们吃这个牛筋 一较 这个好吃 是那种甜甜的酱香味 不是软辣的那种 也不是入口即化那种 是还稍微有一点脆的 神了 来尝这冰粉 冰粉还行吧 红糖味也不是很重 上面会有一些 葡萄干还有西瓜 结束还好 我即便已经拿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它还是脆的 而且 我觉得黄豆面裹的多了 吃吧就好吃 第二盘里还有炸鸡 还挺大个的 上面打着大黄酱 炸鸡挺酥的 大黄酱的口感也很好 大黄酱 哦 吃点吃点 洋达面 里面是那种宽的刀香面 然后外面满满的洋达 洋肝洋肚洋肚洋肺 老师开始发口口声 发现了水糖的面 真的 好残忍哦 好酱 嗯 辣辣的 偶尔还能吃到羊的脆骨 主要是我喜欢吃羊肉 羊肉管的东西 羊杂汤这些 我真的有被 常安十二十山里面 那个水盆羊肉的重草 所以现在 每天吃饭 都不夹起来吃了 就这样往嘴里爬着吃 我要上手吃 这个香口肉饼了 他们这个香口肉饼 对我的口味 我喜欢吃 里面是好多层的 然后一层饼 一层肉 一层饼 一层肉点 我其他的东西 都已经在陆续听说了 但是我还有两个东西 没有动过呢 今天我俩不太苦 都往日本掉下去 我先把这个鸡给撕了 我给你们看这个鸡的鸡花 我其实很喜欢吃 就是那种海南鸡饭一类的 因为我觉得文昌鸡的鸡肉 肉质 就算白鸡煮的都很好吃 这个鸡蛋料也不错 油香油香的 我要直接把这个汁 倒到这里 这样吃起来更爽一些 这才是吃白鸡鸡的 正确打开方式 好那吃到一半了 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单目话题吧 今天的单目话题就是 你夏天最爱吃的 用来解暑的东西 单目开始 冰西瓜 雪糕 不然呢 你在思考 你在想什么 看这个鸡蛋 我不想赶紧买这个鸡蛋 我喜欢买最小的东西留到最后 那我一会儿先把手套加上的 我吃完其他的 一会儿吃吃卷鸡吧 好了 我要吃这个了 我要掰开两半吧 我给它掰开了 我刚才看着它 满满的放了一大盘子鸭肉 我吃到酸酸甜甜的 火龙果还有芒果味 因为我这个里面的鸡鸭肉 点的更多一些 不然那边的东西够不着 这个好吃剩的最多 其实不是不好吃 我吃了 我的鸡快吃完了 不行 我一念头留最后一口鸡肉 我来吃那个饼 我刚才就好想吃那个 大饼卷肉里面 那个大五盘肉 吃着不单满 这样你们都知道了吗 在新荡厨房 有钱都不好吃 好啦 我要拿筷子喽 现在又是清桌清盘的时间了 我直接给它当到盘子里拌了 是这样的荞蚌 吃衣服 吃饭 吃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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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入味 吃四十解 吃 request 感谢观看 之前看到有人发我来鲜朗食堂吃饭的照片 下次不要偷拍咯 看到我咱们就一起扣个饭吧 鲜朗食堂还是很好吃的 来总 我还想再去一次 可以吗